我布施 當然有布施的對象 對象是人 我是色身 色相 對象也是色相 我所布施這個無 也是色相 所以 不硬住施 就是不要做我相 不要做 接受你布施的那個人像 也不要 心裡頭不要存著 你布施什麼些物質那些像 三輪替空 布施要做 決定這個心裡頭 決定不會有一點痕跡 這就對了 這樣的生活就是菩薩生活 這個就不是凡人了 心裡面乾乾淨淨 若無其事 天天在做 念念在做 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心裡頭 若無其事 也絲毫地沾染 都沒有 是菩提 菩薩為利益 一切眾生 如是不是 這個是真實的理由 這個是真實的理由 我們反复做相不實 帶來的副作用 非常之大 你是誠心 恭敬 用情敬心 並沒有求他將來怎樣 報答你 這樣的布施公養 你要是作相 於人家借的是恩德 那將來人家會報偿啊 所以報恩 報怨 逃債 還債 搞不清啊 所以古德才說 好事不如無事啊 好事不如無事 我們不能錯為了啊 這句話是龐俊斯說的 龐俊斯是個開了誤的人啊 不是凡夫啊 他怎麼能把意思說錯了 好事不如無事 好事要做 心裡頭要無事 心裡頭還要做了好事 又壞了啊 我們學佛 學菩薩 學什麼 就學這一點 說實在話 祝佛菩薩 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啊 也就這麼一點 這一點 要是學到了 受用無窮啊 這下面有幾句話 這下面有幾句話 佛教者是佛體 如來是真於者 實於者 如於者 不狂於者 不益於者 一切祝福 教化眾生 真誠 真 真 就是不假了 佛絕沒有說過假話 實則不虛 無語裡面呢 是以如於為中性 如生 完全是似實 佛所講的 跟似實完全相同 無語天一點 也無語淺一點 似實怎樣啊 佛教怎麼說 與真如本性 完全相同 狂是欺騙人 意識前後不一樣啊 不一致啊 這是說明 佛說一切法 真是不虛 說出這個話之後 世尊接著說了 如來所得法 此法 無實無虛 這四個字的意思 無限的聲光 不但自信 無實無虛 自信清淨 理念一發不離 無實無虛 自信什麼也沒有啊 能生萬乏 無虛 像六書所講的 問來清淨 無實 能生萬乏 無虛 從自信上說 如果就從一切現象上來講 這個現象確實 也是無實無實 無論是信 是像 是理 是理 是似 是因 是果 這個叫真實像 它的真相 就是無實無虛 像我們這個身體 我們身體像存在 無實 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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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都不執著 所以這四個字 可以說是 如來根本的法印 事出事件 一切法 都不能離開這個原則 這個原則可以涵蓋 事出事件 一切法 如來所得的法 這個法 這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確定明白了 這叫成佛 成佛 不是真的有個什麼東西成就 不是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恍然大悟 徹底明白了 就如此而已 下面 再一比喻 來說 徐菩提若菩薩心 住於法而心不失 如人如暗 則無所見 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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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了 一折相 四相就具足 五相 人相 眾生相 受者相 通通具足 迷了 這一迷 事實的真相 你完全不能了解 事實的真相 就是前面講的 無事無事 此法 這兩個字 涵蓋一切法 任何一切法 它的真相 都是無事無事 無事無事 也就是 相有體空 是這個意思 若菩薩心 不住法 而心不失 如人有目 日光 明照 見 種種色 這個必須是 不住相 一切都不執著 而心不失 這個不失的意思是廣義的 包括我們日常生活 穿衣吃飯 包括你工作 乃至於 一切應酬 都包括在其中 整個的生活 生活 就用一個布施來做代表 那麼你的生活 就是佛菩薩的生活 佛菩薩 是智慧的生活 日光 明照 見 種種色 樣樣都不明 這是《三規一》裡面所講的 聚而不明 第一下說 若當來之事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能與此今 受此讀宋 這位如來以佛智慧 喜知是人 喜見是人 皆得成就 無量無邊功德 那麼這是這一段的總結 善男子 善女人 這個善的標準 我們要知道 有這樣的條件 又能夠受此讀送金剛不肯 受 完全結受 吃 是伊覺奉行 社房祝佛如來 都護驗你 都加持你 习至习尽 就是如来护念加持 成就无量无边功德 可见的 自己有一份力量 得祝佛如来一份力量的加持 这才能不退转 它的关键的所在 就是底下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 这个底下又有一段 这个交良功德了 比前面更殊胜 也成了 我们看经文 徐佛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不识 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不识 后日分也以恒河沙等不识 如是无量百千万余计 一身不识 前面虽讲的生命 没有这么多 这是一天不识三次 每只无量百千万余计 古印度分一天为六十 白天三十 晚上三十 白天就是初日分 中日分 后日分 所以印度的一时 是现在的四小时 我们现在采取西洋这个时间单位 二十四 二十四个时辰 我们叫做小时 为什么小时呢 我们中国过去用的这个时辰单位 是用紫筹云毛成四五位 是二十 所以它比我们小一倍 而我们比印度又小一倍 印度一天是六十 我们的经商常讲 昼夜六十 所以印度一时 是现在的四小时 这个读经不愧不知道 人亡经里面 将人亡法会当中 邀请这个法师讲经 一天二十讲经 二十八小时 不是两个钟点 八小时 所以我们想到 人亡法会的时候 那就是上课 每天八个钟点讲堂 八个钟点修持 在一天十六个小时 是在用功 若佛有人 闻此经典 信心不逆 欺负身体 猴宽 书写受持读诵 为人皆说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信心不逆 这四字 你是违背 完全遵从佛的教诲 一丝毫不违背 这个叫信心不逆 对佛要有信心 要依教奉行 佛法在行 不再说 说没用处 要去做 而真实的目的 佛法是在正 是叫你亲正这个境界 从行才能正 正什么呢 信解行 完全相应 所信的 就是所解的 所解的 就是所信 所信的 就是所信的 信解行 何而为疑 就叫做正 这没有别的 解的是个理 佛在经上 所讲的这些理论 完全变成我们自己实际的生活 我们的生活行为 完全在佛法理论之中 离根寺融成一片 那就叫正 不是离开行结以外 还有个正 那你就搞错了 一定要做到信心不逆 那这个佛报 比前面 这个 一天 三次 横火杀 等生命 布施 布施 无量 百千万劫的 福德 还要超过 侯夸书写 受持 读诵 为人皆说 这个书写 受持 读诵 为人皆说 都是从信心不逆来的 因为信心不逆 所以才有底下 这些四项 在四项上 显示出来 实在讲 行跟结 相伏相成 因为结 你肯行 因为行 是你结的更深 像前面讲 身结义去 你要不一较奉行 你的结就不能生 越是行 那个结的就越深 越是深结 那你在行 行的当中 就越圆满 越是圆融 结跟行 相伏相成 越部体也 以药言之 事经由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互无边功德 这是从教义上说明 这是从教义上说明 如来 违法大臣 这说 违法罪上臣 这说 可见得 佛说法 对象的机缘 也不可思议 这个法门 是为谁说的 是为法大臣心 人说的 法最上臣 说的 法最上臣 就是法成佛之心 法大臣 就是一心 要想做菩萨的人 那么由此可止 不是对 声闻缘觉 不是对天人 所说的 为什么呢 心量太小了 四相 抓得紧紧 牢不可破 这个是为法大臣 大臣说的 大臣人 心量大了 念念要利益一切众生 罪上臣人 要仆度一切众生 借臣佛道 这样的人 那佛就给他说 罪上臣法 若有人能受持 读读读 广为人说 如来 谢知是人 习见是人 皆成就 不可量 不可称 无有病 不可思议 功德 如是人等 这位何丹 如来 过六多多三大三不及 这一段话 无义使佛为唉 一个受持金刚波热的人 受寂寅 何但如来就是集成佛度身的事业 佛在这个世间 他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 你能够这样发心 能够这样深洁奉行 你就有资格 担当其如来教化众生 这个事业 换一句话说 做佛的传人 佛的传法的字 这个一句何但如来 的确是为这些发大成人的手机 底下说得好了 何以故 虚伯提 若要效法者 这个效法就是 声闻缘求 更小的呢 人天佛报 这个我们在现前看到不少 听到就更多 十多学佛的人 还有一些出家人 发愿来生还做人 你看连声闻研究都比不上 他来生还做人 来生还要做法师 那个法师的人 发愿来生再当法师 信徒发愿来生再当他的信徒 生生世世搞这一套 做母见 人见 众生见 受这见 这与此境不能听受 不送为人皆说 这话真理一点不佳 我们 劝大家念佛求生净土 他们就不要去 不要到极乐世界去 极乐世界没有真的好 那些同学碰到我的时候 发愿了怎么办 我说那过有因缘 你自己好好去想想看 还希望在高六大轮回 还是到极乐世界去见佛去了 极乐世界的状况 生活状况 无量寿经上讲得很详细 佛不骗人呐 那如来是实语者 真语者 实语者 如语者 不骗你 你看看那个地方 你要想不想去 还是愿意在这个世界去归婚 自己的头脑要清醒 自己的头脑要清醒 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好啊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 邪思说法如狠火杀了 正法不容易遇到啊 正法稀有啊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是在讲 步步都是陷阱 步步都是火坑 你要想不吊在里面 那真的是第一稀有啊 不简单的 你能够不被诱惑 不受骗 不容 那就不是普通人 虚不迪再再处处 若有此今 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所应供养 当至此处 这位是他 借应恭敬 坐立围绕 一株香花二三七处 那么这是说明 经典所在之处 就是三宝所在之处 所以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 他们有天也 跟我们凡夫不一样 我们凡夫不知道法宝之尊规 他知道 我们对于三宝不知道恭敬 他们对三宝知道恭敬 所以他们恭敬 供养 那么佛说这个话 含得有很深的意思 这意思在底下 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 父子徐菩提 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亲见 世人先是罪业 印度我道 已经是人亲见过 先是罪业 则为消灭 当得罗罗多罗三百三菩提 这一桩四曲 不仅在今天 古时候就有 何况在末发 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真正修行人 往往被人欺负 俗话常讲 善人被人弃 学佛的人都是善人 在这个社会上就被人欺负 学佛之人 前面说了 应当受天人 恭敬恭养 现在这个天人不但不恭敬你 不供养你 还得欺负你 还得侮辱你 我们造的是这样的果报 于是想 佛不灵 我这样恭敬 千尘学佛 佛没有保佑我 佛不灵 算不学了 就退行了 这样退行的人 不晓得有多少 其实他不明真相 不是佛菩萨不保佑你 这种现前的现象遭遇 正是祝佛菩萨在加持你 在保佑你 消你的业障 是你自己 心事罪业 因夺我的 幸亏 我们学了佛了 受持独送 依教奉行 遭人家侮辱 遭人家侮辱 我们的罪报从这个地方 爆掉了 这果报 所谓是重罪侵报 这爆掉了 所以真正明白人 对于我们 所遭遇的 这侮辱我们的人 倾尽我们的人 都应该身善知事相 我很感激他 把我的业障消掉了 要感恩 你还再要埋怨的话 那就错了 人家替你消业障的 没有这些人的时候 你的罪障怎么消得掉 所以你知道这个真相 想到这个道理 你心开意见 心定了 心就安了 业障消除了 从前瞧不起你的人 回过头来 对你很尊敬了 业障消除了 自自然然的 他会改变态度啊 三年五载 十年八年 态度一百八十度地 转过来了 你冷静地观察 这就是四世真相 登明佛所讲 的确没错啊 所以 人家瞧不起我们 好啊 不是坏事啊 逆境里面修行 很容易提高自己的紧确性 自己没有佛报 没有智慧 没有成就 应当忏悔 应当惭愧 所以更认真 更努力地 来移交修行 逆境容易成就人 瞬间难啊 瞬间的一享受 得意忘形啊 很容易堕落 这个是我们要晓得的 我当初初修佛的时候 遇到黎炳南老居寺 好像是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很郑重地告诉我 叫我不要毁谤人 不要赞叹人 这个不毁谤人 我懂 这不赞叹人 我不懂 他也没有说出道理 我就是放在心上 这总是一个疑问 想了两个星期 还是不懂 大概以后他看错 他就告诉我 赞叹人是害人啊 因为你一赞叹呢 他就满了 自满了 那就忘掉了 不晓得他 多么天高地厚了 就得意忘形了 容易把人送到人堕落 我说恍然的 确实 所以 毁谤人呢 是有罪过 赞叹人罪过更大了 有智慧的人了解 我们不懂啊 我们就从听人家讲 是赢我仰善 应该表扬赞叹人 是对的吗 他说 那赞叹人是 什么人值得赞叹 霸风吹不动 那个人可以赞叹 你毁谤他 他不会生气 你赞叹他 他也不喜欢 这个人可以赞叹 你一赞叹 他就很得意 很欢喜 不能赞叹 你赞叹是害他 这我们的小子 这么个道理 那明白这个道理 我们自己也要常常 解决到 自己少少有点小成就了 赞叹的人很多 也遇到这个事情 我们想想 我们值不值得赞叹 万万不能上那个人的当 他就提高警觉 所以老师教导我 我以后的警觉性就很高 我不上当 那我看到很多人 这个被赞叹 被王贤的人 很多变了职的 你不从别的地方看 从相貌看 过去他的相貌很端 很庄严很端正 现在相貌变了 越变越差 那就下断 他什么成就 真正修行 有功夫 有成就的人 那个相貌一定一天比一天好 相随心转 我们看不到人心 看相 相随心转 从相就能看到心 就能看到他功夫 能看到他成就 那么我们这次 这个金刚经正好 上半部讲完 这个下半部 如果须菩提要不齐情 金刚经到这里就结束了 因为尊者在一起情 齐情的话 看起来好像是又从头了 实际上是接在前面的 因为前半部是师尊 唯初发心的人说的 后半部呢 是为了个老修行人说的 已经发了心了 那怎么修行了 是为那些人说的 前面是为初发心说的 所以古德讲 前半部的精一 可深可浅 深的人看到深 前的人看到浅 后半部就从我们这一百一十一节 以下 这是属于后半部 后半部 唯一声无前 意思都是很深的 精一 没有这个前提的地方 不向前面 那么我们的发会 这一次到今天就结束 以后要是有缘分 看大家的意思 如果喜欢深入细细的来探讨《金刚经》 我们另外再探讨《金刚经》 我们另外再探讨《金刚经》 里面重要的地方接不下来 编了一个本子 大概只有讲义的十分之一 这个分量就少了很多了 那句句都是精华 如果用这个本子来讲呢 我估计六个月 那很有味道 这个讲义 现在在今天教个印刷厂去印 有一个同修很发心 印一万册 印出来之后 都赠送给诸位 如果大家对这个很有兴趣的话 我们从新加坡回来之后 可以细讲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